第一个在那个最后结果 底下会有了两个工作本 一个是介面 一个是甘特图 那也就是说当我输入 这个主要这边有三个 填资料的储存格 那第一个就是我输入日期 我先切换到甘特图来看一下 这已经有一个安排 我先把它清除掉 先清除 清除的话先把那个甘特图里面 原有的这个实行程安排 先把它清除掉 那行程安排里面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第一个编号 那编号原则上会从一开始 那工作名称 还有起始日期跟结束日期 那最后呢 如果甘特图 假设你安排一个时间 时间长短几天的话 会在这个地方画出一个长条图 那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它会接着一直往后面画 那这部分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呢 行程安排界面里面呢 假设我今天呢 七日期我是从今天好了 11月26 26 那如果我安排工作名称的话 当然你这边可以做一个下拉式选单 比如说我今天呢 选了一个 那天数的话 假设这边也可以下拉式选单 原则上有一到九天好了 那比如说我这边给一个六天 我可以按输入 输入之后呢 当然特别注意那个程式部分需要的结果是这样 它会切到这一边 然后呢是自动把刚刚前面的相关的讯息填上来 比如说哪一天七时 那结束日的话 如果六天那就是加六 另外呢把这个颜色填上 那这个颜色的话 假设我每一次都不一样 我可以用乱数 让它自动产生一个颜色 那另外呢 因为我六天 六天的话呢 自动会抓到结束日是12月2号 所以呢 它会自动 我最后这边有写一个就是 自动呢会把结束日呢 再加一天 然后把它写回来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 这个地方日期就不用再填了 那比如说下面的一个 比如说enjoy 这个日期的话 假设是五天 按输入 那各位可以看到 干脆图又多一笔了 往后 而且不会重叠到 不会重叠 那另外的话呢 也是一样 假设我又在 那你会发现前面这个日期呢 它又会一直往后累加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就可以做一个行程安排 日期的话 再加一个输入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又往后 也就是说呢 它不会有重叠的地方 一直往后 那另外呢 这个出现的这个干脆图 这个颜色也不会一样 那这个颜色呢 我是用那个所谓乱数 乱数跑出来的颜色 那会有个起始跟结束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可以做一个行程安排的动作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界面部分呢 是上面需要做哪些动作 首先的话呢 日期部分呢 我就输入一个预设的日期 那底下的那个工作名称跟天数 我想各位自行把它增加进来 里面的话呢 会需要哪些呢 首先的话 我这个地方工作名称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工作名称 我自己加上去 我可以从哪里呢 资料验证里面 资料验证里面可以看到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有教过各位 就是说你可以从那个资料验证里面 假如说你要做一个固定的选单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呢 找到这边可以把它改成清单 那相关的这个讯息 因为我都蛮固定的几个项目 那我就直接把它写在来源里面 来源里面包含就是 比如说我Excel VBA Enjoy Auto Pay等等的这些项目 那我中间再加一个逗点就好了 那就把这些清单呢 写到这个地方来 那再来就是说呢 除了这个工作名称之外 天数呢 我这边也增加了 这个天数部分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用那个资料验证里面呢 就1到9 比如说有最多我到9天 那给他一个清单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让使用者去用选的 而不是用打的 如果要打的话 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OK 那这边的话 其他还有增加三个按钮 输入 清除 检视 那至于程式怎么撰写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开启那个 范例第22题这个地方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